其實我們在現場其實除了剛剛的對馬耀的專訪之外 也看到我們的好朋友巴奈 他已經在這裡很多天了 其實巴奈我要跟你講說 我在網路上面看到直播 然後看到你被脫 身體被脫被拉 甚至衣服要被拔掉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的不捨跟難過的 你自己當時的心情是什麼 我自己沒有什麼心情啊 就是我就是要在這裡等 總統府給我回應 給我滿意的回應嘛 因為小英說你隨時要來你就來啊 你不用在這裡等 可是我們打電話啊 他們都不理我們啊 他們就沒有接電話 不是沒有接電話 不然就是接了電話說 現在很忙 晚一點再回電話 可是沒有啊 就沒有 可是已經在這裡九天了 這麼忙 忙到沒有時間的 其他人來看你 或者是來跟你聊天 畢竟小英也說你是她的好朋友不是嗎 在八月一號的時候 在他就職 在他八月一號對原住民族群道歉的時候 他說我是她的好朋友我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半年後現在他說我是她的好朋友我就沒有辦法接受 我覺得他就是用騙的嘛 因為這個話 因為當然我們都知道政治人物本來就有很好的幕僚在為他預備很好的講稿啊 特別是民進黨政府更會做這件事情 他們不只很聰明 而且他們還很會滿口人意道德啦 我用施政鋒老師講的話就是這樣 那我 因為我沒有太聰明 我就是比較慢 我就是需要比較多的時間在觀察這件事情 蔡英文說給她時間 相信她 她是來做事的 好啊 我相信啊 而且我那麼高興又一次政黨輪替 我認為台灣社會 這個對台灣社會是意義非凡的嘛 可是 我就覺得自己深深受騙 當 當拉布在我們的記者會上講說 那兩顆檳榔 請不了交給你的檳榔 我要把它要回來 因為你不配得到我的祝福 那個對原住民族來講 是何等何等的屈辱 我給你東西 我還給你要回來 而且我還告訴你 我不會祝福你 我覺得這已經是我們最壞 最壞 最口出二言只有這樣了啦 就是這樣了 因為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需要被祝福 我們需要被主靈祝福 我們需要被主靈祝福的時候 我們會得到獵物 那是主先給的禮物 所以我們很多的時候 我們要對自己的言行舉止 要有很多的 很多的 自知 我們才會得到祝福 這樣 所以我覺得 那是一種失望 也覺得很難過 也哭了 但是我覺得我不要再哭了 因為就是有一個強大的 看不到的 手在掐著他的喉頭 他可能很想要對他的好朋友關心 可是他不能 因為這跟利益是直接有關係的嘛 就是利益嘛 誰的利益 當然是看不到的那個財團的利益啊 他們永遠都躲在政黨後面 我們一次一次透過選舉 政黨輪替 這樣子的循環 然後每次選前說 然後做不到 然後下一次要選的時候又說 我承諾 我又承諾 我又承諾 我覺得不用再給任何說法 我要的是一個具體的做法 你就直接把花式辦法推回去 你就讓一將下台 因為他太可恥了 他這麼粗暴粗暴粗暴的對待我們 這樣對嗎 我覺得他三十年前站在指揮車上 帶領著學生在街頭 今天公布這個辦法 這麼粗暴 這麼粗暴 這個太沒有辦法讓人接受了 今天站上凱道 是一個不得不 不得不 我除了這個辦法之外 我沒有別的辦法 我想身體是弱勢者最後的武器 就是今天站在這邊 其實也沒有任何的其他的武器 那實際上就是身體 你用你自己的身體去面對這麼龐大的政權 你會害怕嗎 或是你會失望嗎 換另外一句話來說 就是 畢竟其實這話也許比較殘忍 畢竟你當時也是在總統府的總統的舊職點上面去唱歌的 你會後悔或是難過你自己做的這樣的事情嗎 不會啊 不會 我真的真心的 真心的對她有很大的期望 她是一個女性 對女性來講 這個意義非凡 對我來講 對我個人來講 是很高興的 對民進黨政府 我其實也是充滿期待的 我只是現在就是徹底的失望啊 被騙被騙被騙 今天開了記者會 民進黨的立委也不出來啊 也不出來跟我們站在一起啊 他們就是聽黨的旨意啊 一直以來我們就是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堅持站在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我們應該站的位置啦 因為總不能大家都去當官嘛 對不對 總是要有人還可以睜大眼睛 好好的監督著這個政府到底都在做什麼 我只是比較笨 我只是比較慢 可是你不可能再騙我第二次了 就這樣而已 我也會在這個裡面 學著讓自己 我雖然很單純 我的日子也過得很快樂 可是我也是要在這裡面 學著聰明一點 不要再騙 不要再被騙我小 我年輕的時候 我寫《流浪記》 我只是在寫我17歲 第一次自己坐火車 從台東到台北 我從台北車站 坐計程車到西門町的時候 計程車司機 我問她多少錢 她說400塊 我那時候不敢問為什麼那麼貴 我不敢跟她討論 我連問出這個問題的能力都沒有 我不敢問 我覺得 我後來才知道我是被騙 我那麼難過 我那麼傷心 我就是這樣一點一點慢慢學 慢慢學 就是因為我願意學習 所以我才可以站在凱道上面 我無所畏懼了 老師 我沒有什麼好害怕 我沒有什麼可以輸了 我為什麼要怕 但是其實她可以不用騙你 因為對她來講 或許已經騙到了 甚至你也去幫她做了一些 你在例如說增添了蠻多的這種所謂的光彩 那她可以不用再騙你 可是她可以不理你 那如果她不理你的話 你怎麼辦 這個事情是這樣 我覺得啊 長久以來 中華民國政府覺得 當他們需要原住民來包裝的時候 就邀請我們上台 當他們要犧牲原住民的時候 就不手軟 這跟過去那種 只要在慶典上面找原住民去唱歌 就是這樣子的啊 她就是直接把你打趴在地啊 然後把你抬走啊 即便她 她口口聲聲說你是她的好朋友 我不會再相信了啦 我認為我想表達的就是說 不用有說法 我們聽多了 我們也不會再相信了 所以就直接給我們做法 就是這樣 但是她如果一直在這邊不理你 反正你們已經在九天 你的人又那麼少 她不理你 那你要怎麼辦呢 我們只要守住 不要被輕走 我覺得 我就不擔心 我會擔心就是被輕走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路過的朋友 然後方便可以來陪我們耶穌的朋友 請來聲援我 用你的身體來聲援我們 因為我們不想被輕走以後再回來 我們就變成了不理性的人 我們沒有要不理性 我們是沒有別的辦法的 主流媒體對我們一點也不關愛啊 這個議題也不討好啊 所以我 所以我現在也在規劃 我的凱盜第一張專輯要開始錄音了這樣 然後現在也都在請好朋友幫忙寫歌 寫歌我要唱 我在這裡錄音 我不知道要出一張還是出兩張 還是出三張 看要出到什麼 我都可以做 我就是在這裡等 等到我死的那一天還不給的話 看看有誰可以接著繼續等 這樣 當然是希望明天就可以回家啊 對不對 沒有人知道啊 如果現在要請你跟你的老朋友 包括乙將 包括蔡英文說句話 你想要跟他說什麼 做政府該做的事啊 對啊 把它做出來 也許我們會從接下來的做法裡面 再一點一點拾起希望 那就要看你們的作為是什麼啊 就是這樣 非常的簡單 嗯嗯 嗯嗯